闯一个红灯啊 闯一个行人的红灯 这等的时间也太久 然后现在是卢森堡晚上 大概马上到八点了 领大家看一下卢森堡 最适中心的晚上的街道 那卢森堡也逃不出疫情的 厄运 现在所有的商店 基本上该关的都关了 然后卢森堡 我之前在我的节目中 有和大家说过 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小的村庄 如果你给他理解成一个国家 那可以 但是如果你把他的面积 和一个真正的国家相比 其实他真的就是一个村庄的感觉 然后卢森堡之前和大家说过 一般都是讲法语的 讲德语的也有 刚才你看这两个人讲的就是德语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 然后主要的话也是讲法语的一个国家 当然英语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之前不是说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卢森堡的食品物价吗 那今天没有机会了 咱们之后再找机会 因为卢森堡呢 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 所有的商店 晚上八点就全部关门了 所以现在所有的超市啊 全都是关门的 其实 然后现在如果咱们继续往前走的话 就是卢森堡的最市中心的几条街道 大家可以在画面中看到 然后我对卢森堡 我这一次是第二次来 第一次来的话是 大概是两年前还是三年前 从德国住京了一次 然后那次的时间待的稍微长一些 这一次的时间很短 因为我明天就要离开卢森堡 卢森堡怎么说好呢 如果大家在这个地方长期生活的话 其实我觉得他的生活并不是特别便利 因为这个城市 国家很小 很小 然后也没有什么大的购物中心 然后 繁华度的话其实也不行 因为它就是一个小的村庄嘛 之前也和大家说过 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村庄 然后左边的话是麦当劳 麦当劳的话还开门 麦当劳对应的是Burger King汉堡王 快餐的话目前在市中心就能看到 这两个 然后咱们往这边走 因为往那边走的话 市中心就要结束了 朋友们 然后回到咱们刚才那个话题 就是卢森堡适不适合生活 其实如果是养老还是什么的 我觉得还行 只要是你有钱 这个地方绝对可以 活得会相当的滋润哈 然后如果你想去这个繁华的地方 购物啊 逛街 可以开车去德国 或者开车去法国 或者去 或者去荷兰哈 都是非常近的 因为卢森堡是被这几个国家围住的一个修正国家嘛 所以圣诞节期间啊 或者是咱们中国过节的时候 如果大家想去大的 大型的超市啊 大型的 那个outline 就是卖那个衣服的地方 可以考虑去别的国家 卢森堡本身肯定是不行 然后都说卢森堡这个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国家嘛 那事实上也是这样的 但是我今天在这个找银行的时候 也看到了流量汉其实 所以每个国家不管它的 阶级以及它的这个社会的发展指数 以及这个幸福指数 以及富裕指数 不管有多高 其实每个国家都有流量汉 卢森堡也不例外 只不过在卢森堡要饭的话 可能会比别的国家要的多一些 然后物价的话之前有和大家说过 食品的话还行 只不过今天不能和大家一一的展示了 我觉得物价的话 特别是食品方面 和这个德国那面齐平吧 就是跟在德国生活 是一个差不多的感觉 那之前也和大家说过 卢森堡的这个房价贵得吓人 房价的话跟香港差不多 一套的话一千万起跳 一千万人民币起跳 所以没有钱的话 尽量不要住在卢森堡 那事实上有很多人也是不住在卢森堡 但是他们在卢森堡工作 所以他们就享受到了一个高工资和低房价的一个优势 有很多人在卢森堡的近郊或者是德国和这个法国的边境住 每天开车到卢森堡来上班 所以呢 如果是作为中国人想在卢森堡长期的生活 或者是考虑移民卢森堡的话 一定要有一个稳健的收入来源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如果你不是这种情况的话 不要考虑搬到卢森堡 因为你住不起 然后这个是卢森堡的居住的部分 然后卢森堡的交通 大家如果住在卢森堡也不用考虑买四驾车 因为没有必要 因为卢森堡这个市中心呢 如果你用腿走半个小时呢 给它全部绕完 所以呢 这个是第一点 其次呢 卢森堡的交通特别的糟糕 因为这个国家这么小呢 还有这个轻轨和公交车 而且公交车呢 是两节公交车 是那种超长的公交车 所以作为一个这么小的城市 我不知道为什么城市规划局 还设计了轻轨和这个 加长的公交车 我觉得没必要啊 这样的话 对于这个开车的人士呢 就特别特别的不友好 因为大多数情况下 你需要把这个路段 让给轻轨和公交车 然后交通的话 虽然它很小 但是交通的话也很堵塞 而且车速的话 其实就是10公里每小时 在市区内 就是最快的了 你再快不了了 因为真的是非常的小 这个是交通方面 所以截至到目前我想一下 说了食品 说了住房 说了交通 然后开户的事呢 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不管怎么说 卢森堡呢 是一个连安中心 所以作为外国人来说呢 虽然它的开户条件比较苛刻 但是我相信 作为外国人肯定是能开出 卢森堡的本地户头的 即使你和卢森堡没有关系 因为大部分银行是需要你在卢森堡工作 或者是在卢森堡大量的投资 如果你就想开户的话 目前我之前和大家说了 在等BNP银行的回复 然后安全的话 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卢森堡 就在卢森堡的人呢 都是很有钱的人 因为没有钱的人 他也不敢住到这里 所以你看现在晚上街道全关门了 然后路上的人其实也很少 哦 这里有一个Lush 打断一下我刚才说的话 这个Lush我一定要给大家介绍啊 Lush是英国的一个品牌 它就是卖这些 就是这种东西 我也不知道怎么给大家解释 香皂 然后还有一些 沐浴露和护肤品 所以 这个品牌 和我 和我在英国住的地方非常非常的近 所以 没想到Lush在卢森堡也有一家分店 非常出乎我的意料 Lush 所以大家来卢森堡或者来澳洲 很多地方都有Lush这个品牌 可以买一些 非常非常的好 送给女朋友 送给女生 男的用也行 不过太香了就是 然后回到刚才说的这个安全问题 就是晚上 我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安全 走在这个大街上 人很少 然后你也不需要担心 呃 抢劫或者是打劫 或者是你的人身安全 所以不用像生活在这个巴黎啊 或者是意大利的罗马 或者是西班牙的马德里那样 出去的话需要非常的小心 你这边的话 嗯 就是放心的在大街上走路 就可以了 其实我下午的话 离开车的时候车往锁了 所以我回来看一下 也没有意外发生 所以 我觉得还OK 挺安全的一个城市 然后气候呢 卢森堡的气候就是和德国一样 冬天的话会冷一些 现在今天的温度是 6摄氏度 然后刚才刚下过雨 嗯 夏天的话就是 30度应该是最高了 所以就是 德国的一个 跟德国和法国的气候 其实是完全一致的 完全一致的 那除了我刚才说的环境比较安全呢 其实卢森堡的这个 城市建设也是非常的好 特别是这个 怎么说好呢 呃 城市的清洁 因为卢森堡很小 城市规划的也很好 然后大家现在从这个 视频中也可以看出 卢森堡非常的干净 很少人往地下扔东西 所以 非常非常干净的一个城市 然后再就是 卢森堡这个 还是卢森堡的商业地位 利安银行 卢森堡有太多的银行了 所以大家如果 呃 在欧洲希望投资的话 卢森堡其实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所以这就是我本人对卢森堡的一些 呃 个人的观点和大家分享一下 不一定准确 因为我没有长期的在卢森堡生活 如果你问我 我会不会在卢森堡长期的生活呢 很显然不会 因为我觉得第一 它消费太高了 第二 它作为一个 修正国家呢 对于中国人来说 甚至对我来说 我觉得有一些 过于单调 过于寂寞 所以我可能还会选择一些 稍微热闹一点的国家 甚至是拉脱亚 其实都比 卢森堡要热闹一些 人感觉 拉脱亚那边 市中心也比这边要热闹一些 所以如果你是喜欢 安静 在国内呢 是那种隐形的土豪 希望在欧洲 静静的生活 以及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 因为卢森堡的这个私立学校也很不错 卢森堡绝对是适合大家生活的 如果是这种情况 大家就是可以考虑办理卢森堡的因子签证 如果你只是想移民到欧洲 最终目的呢 是取得欧洲这边的永久居留 或者是护照的话 不要考虑卢森堡 考虑那些生活成本较低 移民难度较低的国家 卢森堡 不是大家的选择 所以如果已经在欧洲的朋友呢 夏天建议来卢森堡看一看 很小的一个国家 一天的话就能走完 我觉得总体印象还是不错 但是呢 我不会生活在卢森堡 旅行的话我觉得还可以 然后视频基本上到这里就结束了 咱们现在往前看的话 就是那个 一直和大家说的 BNP Hairbus 这个银行在卢森堡 也是蛮大的一家银行 然后今天呢 我进去的就是这家银行 其实 周四的话继续和 Christine 保持联系 然后如果大家有关于任何 卢森堡的 开户事宜 以及因私签证的事宜 可以和我联系 然后关于卢森堡的生活 大家就自己来看吧 因为我对卢森堡也不是很了解 前前后后也就是 访问过这个国家两次 待的时间一共不超过 七天 所以我对卢森堡的了解 可能还没有 其他的人了解的详细 那这期视频就 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同意 多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